骑士路口等待左转 没想到突然间右侧冲出一台外送机车 外送员左切疑似逼车贴过来 骑士吓到进击按喇叭 没想到才按了这一声喇叭 骑士居然在外送员狠狠瞪了一眼 他还疑似抱粗口丢下一句脏话 随即违规跨越双黄线 切西瓜离开现场 事发在台中南屯 骑士事后检举外送员 直呼你这个眼神值7800元 台中匪团也有违规乱象 方问五点多 没于补习班门口车道居然大塞车 三分半时间 共有十台车在车道停下不走 后方路口车辆一直来 全紧急刹车 就连警车经过 鸣笛也没用 驾驶继续围停 原来他们却是家长 在小孩谈吐方便 警方说未警靠道路右侧 可以开罚300到600元 家长一个围停 不但荷包失血 海孔酿成嘴壮事故 实在是最坏事犯 记者杨山王上涵台中 采访报导